Lio 柳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上阿茲特克 那這張地圖蠻特別的 是這個超級隨機 那基本上這張地圖是 欸 這個好像也不是天梯地圖的 這個是自訂的樣子 那最近喔 欸 Jordan跟MBL 他們兩位好像在練習一些 那個 比賽地圖的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 一些地圖 那我稍微來簡單一下 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部分蠻特別的 看這邊開始露群很多 我六隻露 吃到爽 那這邊還有這個喔 兩坨 三隻 那豬的部分跟阿拉伯一樣 欸 算是 欸 不一樣喔 只有一隻而已 他只有一隻豬 那露的部分會比較多 那我看一下對手 MBL這邊也是一隻豬 然後露一樣也是六群 所以看起來目前 這張地圖 開局跟阿拉伯還是挺相似的 那金礦部分呢也沒有非常多 就比一般阿拉伯 一般阿拉伯都會有一個主金喔 然後兩塊附金 那這塊主金跟附金 附金也只有四塊而已 主金的話也是正常的數量 那其他的金礦區的部分呢 會比較偏少一點 都只有兩塊而已 那中間這個地方喔 有非常大量的木頭 而且中間還是個高地的地方 所以打打這張圖的話 能發揮的地方 就只有中間這塊區域喔 算是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那高打地的部分 欸 對 就只有中間而已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張圖玩法會蠻特別的 實際打起來應該會有點困難 因為會需要上下起手 上面開戰下面要開戰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文明部分 文明的話是哥德 紅色 紅色的Jordan 哥德 那哥德的話 這張地圖應該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能力喔 畢竟野豬也很少 也沒有需要到大量的人去吃野豬喔 那哥德人的話還是一樣喔 他這個六五折步兵喔 非常的強勢 那前期打步兵也是OK的 那一樣呢 就是城堡 跟城堡時代打攻兵或起死 那帝龍是轉步兵喔 那一樣就是要農得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茲 阿茲的話 他的前期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他的這個老鷹喔 層促的話 阿茲的老鷹暴特別注意一下喔 因為他本身均勻有這個加速喔 加速生產的一個功能 所以阿茲特克呢 在城堡時代 老鷹暴是蠻強勢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老鷹暴非常誇張喔 你打他四個均勻或三個均勻 他就會可以一直暴一直爽 好 你就想像他四個 其他文明是雙馬就暴 暴騎士他是四兵營暴老鷹喔 雖然這個老鷹可能會不敵其死喔 但數量一躲起來的時候 還是可以打贏其死的 所以阿茲老鷹暴在初期 層促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這一招很容易打死人的 好 那這邊來看一下果 如果已經吃了 那果子的話 其實有兩搓的喔 那這張地圖阿拉 那個 法蘭克好像有點不錯的感覺 因為法蘭克吃果子 似乎特別快阿 然後這張地圖喔 一開始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都給兩方喔 這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我並不知道喔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是封建時代就可以用 還是黑暗時代可以用 這蠻好奇 你看這個建築物顯得哥哥無路 城堡時代的建築物 黑暗時代的TC 這就是超級隨機有趣的地方 不安理出牌 OK 那這邊三個人吃路 OK 標準化的下魔法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常說到 如果你真的要去吃路插魔法的話 三隻村民就夠了 那如果你要四個人去吃路的話 也是可以 那我是建議喔 你在遊牧這種地圖的時候 四個人去吃會更好一點 然後四個人會吃得更快 吃得更有效率一點 三個人的話吃得偏慢一點 我個人會推進四個人 但三個人也是OK的 好 那再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一直在看對手的一個動向 這邊果子喔 有四個人在採 正常開局 但沒有吃到雙果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沒有吃到雙果 然後正常的阿拉伯開局方式 雙拔木 然後配上石木 然後就要來上封建時代 才開始灑天 做一個前期騷擾 那我這邊先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兩邊的後期打法 好這邊直接蓋完房子喔 去補了果子 那這邊均勻也補下了 好均勻補下 可能是要打這個 側艦長嗎 對 側艦長加均勻 OK 正常開局 好打起來有點像阿拉伯這樣地 好 那哥德這邊是選擇直層喔 這邊是選擇馬舟 加上自己的市值 那這邊的視野 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看到會不會裡面採馬舟 OK哥德這邊 直接高速直層 這邊果然拉到四個人吃路了 要有效率的吃法 就是四個人吃路了喔 但他這個吃法怎麼怪怪的 我們這邊射一隻 這邊射一隻 這個單純是沒有控好了 好的 哥德這邊直上直層 阿拉伯這邊是有點想要強行 進攻的樣子喔 這邊拉了五村 直接到前線喔 但這邊MBL有點小失誤喔 他居然拉了一隻殘血的村民喔 因為通常我們在前線塔攻的時候 盡量會拉全滿血量的村民喔 進行防守或進攻喔 好不然很容易就被對方箭塔射死 甚至敲死喔 然後那哥德這邊 由於直層的關係喔 要被迫防守 但是這邊要防守的話 可能要先守住這塊石頭 守著石頭沒守住 快就完蛋了 完了完了 BBQ了 他這邊如果要插箭塔防守的話 只有一根塔可以插 因為他這邊石頭全斷了 這裡挖不到石頭 跟這場來說 對方卡攻 卡攻你的時候 你也要對插塔回去 防守會比較好 但這邊 這邊其實有洞 尷尬 尷尬 這邊稍微圍一下 提示在這附近 哇 這根塔插得到東西了 果子也被插 尷尬尷尬 太多東西被搞到了 哥德爾這邊 正是要轉手為攻了嗎 OK 因為流於超級隨機的關係 BK開始就有 那這邊上到城堡時代 馬上自己按下自己的投資側 想來做反擊 那這邊黃金可能要再多挖一點 這邊大衛果子的人 全部去挖金 去轉出大量投資側 然後村民不斷 目前村民是靠這個鹿肉 跟果肉在吃 所以大衛這邊舔還是要閃一下 可能舔要往後閃 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邊騎士出來稍微解一下 但因為上城堡時代了 這個塔弓可能會失敗 投資側可以有效的去打到這些建築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這個投資側可能要稍微拉一下 可能會進入這個射程 村民會有點危險 這邊阿茲決定要放棄的感覺 開始後撤 那這邊蓋一下自己的TC 結果這邊只出了一台投資側 就解掉這一次塔弓 阿茲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還好阿茲的經濟本身就很好 他本身這個攜帶數量就會加3 所以這邊石頭村民可以加到13 然後輪軸我記得還會再加一點速度 還會再加一個攜帶量 所以會加到 不只攜帶量是加1 好像是加4吧 對加4 所以就是17 所以目前阿茲就算打塔弓 經濟也不會長到哪裡去 但是有挖石頭還是會長到經濟 因為要記得一件事情 挖石頭就是傷經濟的事情 因為石頭不能產出其他經濟建築 或是經濟的一個轉換 像例如轉出農田或是伐木場 或是挖金礦 金礦可以換木頭跟肉 增加自己的產能 但是石頭卻不能 石頭就只能做防禦而已 或進攻的一個標的性的東西 會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基本上 我會建議新手們 石頭不要太多人挖 但是如果你要打一些特殊的配置 例如27P直接上直層 打塔弓 或是打一個寶推UU 就可以考慮一下 那本身阿茲特克的一個玩法 前期還是比較偏強勢一點 他前期就有這個強大經濟能力 而上城堡時代之後 還要再注意他的老鷹爆 所以阿茲特克在天梯阿拉伯裡面 也是算是很難產的一個文明 阿茲這邊3G 不是啊 哥德3G然後開箱3TC 很濃欸 哇他這個巨濃 他完全沒有在守對面 MBL這邊老鷹爆 他覺得就放進老鷹爆這邊 上了書偏晚 所以上老鷹爆的時間 可能也不會太快 這裡也沒有前置均勻 這邊4隻村民在發呆 沒事做 所以基本上這邊阿茲4隻 塔弓出來 誒他不是5隻阿 怎麼變4隻 有4隻村 4隻出來 就這4隻一直沒做事 所以可以直接想像成 哥德這邊直接贏4村 除了銀4村之外 村民上現在會領先 那阿茲這邊要行得 格外小心一點 好 呃 看起來 阿茲 這邊還是想要強行進攻阿 還是要先開TC呢 直接開 蓋個BK 他自己知道自己已經晚上城堡時代了 現在要開始農 可能會農不了人家 應該要打到東西喔 所以這邊先下了一台工程器製造所 OK 這個觀念 我覺得很可以阿 因為我的 玩法都是 前期騷擾失敗 然後我自己也想農 但常常會農不贏對手 但人家也是上層快了一點 哇 這邊可以殺到一村 哇 少砍一刀 這邊要是沒有抖動的話 可能直接砍死了 哇 阿茲這邊賺到了一村 活了下來 那目前看起來阿茲特克 這個進攻 並沒有要結束 神旅也在造了 前線雙神旅 再來防對手騎士單位 但其實 哥德這邊已經轉出了 馬舊 這個刺猴已經慘了 等會就會生到青旗兵了 而且它裡面填塑料也開始慢慢擴張了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待會打一個青旗 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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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爆 打這個 生旅 就很有用 那值得注意的是 這邊阿茲的生旅 沒點科技 血量都會再加5D 等一下這個聖杯 這個金杯 我們都會稱它為金杯 而且它的圖片就是一個金色的聖杯 然後它叫神聖思想 這個點下去之後血量會加15D血 那它本身的科技再加5D 所以它點完之後血量變50D血 非常的硬 變成50D血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青旗必要砍到四下 才能砍死一隻生旅 那阿茲特克這邊 產步兵速度又很快 這邊只要用頭車 然後再加上生旅 然後再加上這個長槍兵 待會再實際上重裝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強行的進攻的選項 很難 基本上這個槍兵 加上頭車 再加上生旅的打法 非常難打 然後這邊要再點下救贖思想 對方攻城系 也可以輕鬆的招降掉 那待會這邊阿茲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爆一些長男兵出來 防守生旅 然後頭車 開始慢慢砸進去 就完事了 那這邊哥德爾出弓兵也不是 出清奇兵又被長槍兵給抽爆 所以這邊待會應該好再補個軍運才對 不然這邊長槍兵一直從家裡造 雖然家裡的長槍兵一直沒斷 待會阿茲找個機會來升級一下長槍兵 看黃金幅有點缺 OK這邊奔洞地出一點下 看想要第一時間去解雕嗎 這個在歐什麼 在歐下面的房子嗎 好 清奇兵直接請朝而出 直接砍掉一隻生旅 第二隻也砍掉 但是這邊長槍兵數量真的太多了 只能先撤退 好第三隻生旅也直接吃掉 頭車沒砸到 全部的清奇兵殘血 那這一波清奇兵可能會直接去到 MBL家裡做騷擾了 這個就不會回頭了 上面的部分 這邊有來拖花石頭 欸這樣很好 現在畢竟下面這兩個石頭都被封印住了 OK MBL這邊雙頭車直接開砸 會第一時間砸這種奴套嗎 沒有看到 好砸一下看到了 可以砸掉了 先賺七十五木七十五金 好第三台頭車補了過來 欸結果清奇兵回來直接或封死一隻生旅 第三隻生旅也被封死 哇這邊已經慚虧了五百金 但這邊兩隻生旅有這個廖望塔可以防守 直接躲了進去 那這裡的一個進攻有點被脫犯了 但依舊很強勢喔 不信眾大信喔 這些長槍兵還沒有升級這個 動裝長槍兵喔 要是升級的話 這些清奇兵 真的就超大奈靈活了 好這邊兩隻清奇兵上來硬尻 哇瞬間尻掉一台頭車很賺 這邊一個吊虎離山之際喔 把這個長槍兵給掉走 好這邊再搞想一下 好這邊看到情況不妙 還是要直接搜一下生旅的一個路線 收到這個廖望塔裡 好家裡再稍微秀一下TC 然後肉馬再繼續按二級防也好了 肉馬就還是有在出 這邊開始轉出一些騎士了 要來正面攻堅了 那這邊如果要正面攻堅的話 對手MBL一起轉出了長槍兵 長槍兵 長槍兵這邊轉出來 騎士可能效果也沒那麼好 雖然突襲一個能力不錯 這邊可能要等這個 重裝長槍兵升級好之前喔 先打一波喔 好這邊肉馬直接爆掉 然後長槍兵 幾隻的一個清奇兵在這邊做一個封鎖 正面 這邊應該是能打得贏 因為有騎士的關係 打長槍兵也可以稍微贏一下 哇三台頭車全爆 這邊清奇兵鎖得很好 三隻清奇兵鎖在這裡的地方 老頭不敢出來 完美 哇MBL喔 這邊尷尬了 長槍兵數量不夠多 果然沒有前置軍人是不行的 好現在這邊要開始前置軍人了 現在有點為11萬喔 這一波三台頭車直接被解掉 然後順便這邊直接一下 開始招搶 直接招掉兩隻騎士 騎士招到兩隻騎士還蠻賺的 哇 Jordan這邊打得很棒阿 好這邊神女再出來 直接再解掉一隻 好這邊可以再解一隻 好直接躲進去 但這個塔還是沒有爆 好這邊再出來想要招一下騎士 哇這個很遭到 要第一下 哎喲居居然沒遭到阿 哇 再ON個一下可能就有機會了 兩邊了喔 這邊打得有點尷尬 本來看似有機會的地方 看越來越沒機會了 好這邊騎士稍微跑了一下 那兵沒有阿 繼續 我家裡跑 那這邊哥德慢慢轉出裝甲步兵了 不錯 裝甲步兵的話 這些長槍兵效果很棒 那這個TC能蓋得起來嗎 天騎兵在 哇 兩隻騎士直接被招 頭車砸一發 收村 來不及收 OK可以收了 哇 騎士還是被招走一隻 騎士直接叛逃 好 OK後面的騎士跟長槍兵 好跟清騎兵 直接跑到了家裡附近 但是家裡早就有長槍兵在做準備了 第一波先插個一波嗎 埃靖沒有先控好 直接插到後面騎士 然後這邊騎士導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但是長槍兵的數量也是被削減掉了 但是這波守得很不錯 好看一下這邊進攻 這邊進攻第二波進攻並沒有很好 我們要不要打鼓 打鼓一下 看一下後面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好這邊裝甲步兵直接回家 清潔兵上去打個一下而已 那沒事 我以為這邊又有打架 好那這邊頭車高地砸這個TG 效果其實很快速的 這邊哥德爾可能要轉出大量的裝甲步兵 才有機會 稍微可能要考慮一下 要幫買肉 會比較好 這邊買肉的話 就有機會 造出大量的一個裝甲步兵 這邊連這個長槍兵都要升級好了 長槍兵攻擊力9加1 可以基本上跟騎士沒什麼兩樣 這邊還點下一級射 好這時候阿茲特克轉出了奴炮 奴炮打這個裝甲步兵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就有人看起來要棄手這個TC了 阿茲覺得這個TC要防下來 其實有點切實際了 好這邊魔砲沒有空好嗎 差點被射到 點下一級射 增加一下這個 射城 城堡射城範圍 外面已經 越來越多建築物 先前面過來 看到 生女有6隻 但是後面有長槍兵 這個要硬打嗎 硬打會不好喔 會被戳爆 戳到我一下很痛 阿茲這邊還想要繼續強攻 但家裡3TC也開出來了 3TC要硬轉 目前村民說是105村 打上79村 那哥德爾這邊是 利用一個挖石頭的方式 慢慢拓展自己的安全區域 然後讓這個城堡能插出去 那NB有先要做的事情 是要來抓這些插城堡村民 只要能抓到就有機會 後面的一個清奇兵 那是瘋狂打生女 生女這邊直接被砍爆 走車砸一下 生女還是繼續被追逐 但是城堡已經蓋好 這邊大量收村 先騎兵再度補了過來 解決掉了非常多的一個生女 這裡是讓直接被全部收光 沒有生女之後 頭子車也在被追逐 完蛋 奴炮頭車 頭車可能要優先打 但是後面有騎士跟 場上兵在輸出 所以這邊曾在拆掉一台 哇可以全拆 左邊這裡 場上兵只要清騎兵 直接解掉所有工程器 完美 哇 就等這邊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爆出了一些步兵跟騎士單位 解決掉了這邊的一個進攻 好 這邊勝率躲在裡面 不敢出來 瑟瑟發走 這裡的忌憾有點血 這邊的血難道是要變成勝率的血了嗎 用自己的血去祭祀 簡單了 MBL 勝率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不知道 MBL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算你出來直接被砍死 現在前面這波進攻已經沒機會了 但是阿斯特可已經點下地龍時代升級 而且已經快好了 好 家裡補下一個城堡 開始要做這個修道院 繼續做一個生女的產出 但這張地圖我們剛有說到 如果裡面的黃金挖完了 畫面這個金礦就很少 現在要出去挖黃金的話 特別危險 而且要繼續再打這個生女的話 風險我覺得蠻大的 可能要考慮一下要不要 這邊直接全套黑扁 考慮一下出一下其他單位 絕對不能出老鷹 出個暴勇士或劍勇都可以 因為畢竟這邊是哥德仁 哥德仁大部分都是出步兵 自己出暴勇士優勢會更大一點 那這邊可能要樹上帝王 想要轉出三級攻這個暴勇士的升級 畢竟暴勇士升級之後 真的是打步兵 短如自己是拜登庭聖騎兵一樣的傷害 非常誇張 好 黃金兵繼續摸 這邊有三級是哥德衛隊 帝王時代補一下 二級龍也補 二級色也補 二攻也要補一下 因為哥德是沒有三攻的 沒有三防的 所以這邊三攻擊應該要趕快升 野刀帝王時代直接升級三攻 哥德這邊順利解掉MBL進攻之後 MBL也慢慢轉出自己的城堡 城堡 城堡數量開始要多一點 步兵開始過來 暴勇士看到對手的一個中角步兵 直接開扁 這邊 這邊的一個大戰 五隻暴勇能解決掉所有的步兵嗎 可以 哇 裝甲 這邊直接被砍爆 哇 三棒 尻死一隻 暴勇士無雙 OP 直接解掉這一波長劍兵 太痛了 好 星星兵這邊想要抓落戰村民 暴勇士這邊拆掉一些東西 測古兵 呼 很痛 寶雪衣出來 戰局又開始改變 但是哥德這邊轉出了大落馬 宋瓦利�欺兵 今天玩哥德的玩家 有些人會忘記 其實哥德的肉碼也是蠻好用的 畢竟有大肉碼 雖然沒有三防 但基本上 該有的也有 品種跟蹤技術都有 可以打一個肉碼 用淹石對手的方式好像也是選擇之一 但是還是要特別小心阿茲特克的一個長槍兵 雖然阿茲特克沒有擊兵 但這個長槍兵攻擊力 還可以再加4 可以3加4 7攻 4加7 攻擊力基本上就有11 被抽到的話還是會頭破血 這邊想要蓋TC守住最快金礦 但這邊有個城堡 直接木斷對方金礦的源頭 這邊想要稍微看一下狀況 阿茲這邊轉出了三級板甲 負兵防律打到巔峰 待會就要來補一下攻擊力 但是這邊轉火槍兵 割著轉火槍被抓爆嗎 火槍直接被爆打 靠兩發直接死去 哇 這邊城堡不知道怎麼蓋起來 50% 更多的爆勇士補得過來 總共有21隻爆勇士 再阻止這一場 這個出兵點 可是火槍兵雖然已經被造出來了 但是數量還沒有非常多 但是打爆勇士的效果非常好 直接射爆 哇 這邊直接被炒出了一個牆 這邊的村民直接大難領頭 被這些狼牙棒 活生生尻爆頭 各種火槍兵走得過來 爆勇士看到火槍兵只能撤退 上方的一個TC也沒救 各的衛隊直接過來燒 這邊再繼續補一下射箭場 再來幹一些石頭 哇 很有想法 好 看到風向斷變 哥德爾 要開始慢慢進攻了 轉出自己的大落馬 配上三級攻 火槍兵雅之爆勇士 那這邊阿茲特克轉出了頭十側的升級 中頭也點了 哇 很猛啊 阿茲 阿茲爆勇士加上頭車 哇 全黃金組合 OK 龍貫在這一點下 這邊攻擊力就會突破天際了 但是這個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他這邊升級中頭之後 還有黃金可以去繼續做生產嗎 而且現在出中頭的話 遇到肉馬也很難受 肉馬可以快速解掉頭子車的部分 好 TC看起來要爆了 五四 二四 爆開 好 香腸力先起兵再繼續輸出 這邊直接解掉長槍兵 火槍兵開射 射死了兩隻村民 這邊爆勇士應該不能再待在下面 會有點危險 上面的一個清洗兵 直接開拆 軍營 軍營是長槍兵 長槍兵感覺還是有機會 可以阻止這一波的進攻 但是上面也是有火槍兵補的過來 這邊應該趕快補下銀罐 有 直毛器 加劍羽 那等一下直毛器的阿茲特克 戰毛兵就有多一射程 還有一攻 傷害其實極高的 打這個火槍兵效果一級棒 好 這邊長槍兵傷害很高 直接戳死對方的兩隻火槍 攻擊4加6 待會再加上兩攻 喔 是4加8嗎 喔對 是4加8才對 不是4加7 哇 攻擊力12攻欸 非常的硬喔 好 這邊稍微照一下 對手的一個火槍 好 吸引到對手 過來 可能會被箭射到 否則找一發 但一出來就直接爆掉了 互換 但哥德感覺還是比較C點的 哥德現在是用火槍 加上弱馬的一個進攻方式 那 攻兵護甲還沒有點完 這邊攻兵護甲可能要補一下 增加一下這個火槍的一個防禦力 好 攻擊制度也點一下 待會哥德要用這些 肉跟木頭換黃金出來 原來這張地圖的黃金實在太少了 攻擊制度早點點下還是比較好的 好 但是暴龍斯打的奇兵傷害是很高 攻擊現在10加6 還不是精英的 OK 看來應該也不會生精英了 暴龍斯應該就是這樣子 好 現在要出的是 戰毛兵 加上自己的長槍兵 從垃圾兵大戰 就給康德現在哥德這個組成 這個組成最怕就是垃圾兵而已 火槍加上戰毛 戰毛可以打火 戰毛打火槍 擊兵打肉馬 沒問題 好 到這個時間點 其實哥德跟阿滋的經濟已經 差不了多遠了 好 現在就是看誰的一個基本資源 能保護的比較好 Judon這邊保護的資源算不錯 上下兩座城堡 最後鎖到非常多一個經濟 中間木區也是有鎖住 那反倒是阿滋這邊的中間木區 可能要淪陷了 山巨頭直接被拆掉城堡 火槍兵直接上去硬碟 射掉了一些火槍跟生旅 火車直接砸了一波 唉唷 他還變砸爆 火槍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偷側射傷害 好 火槍再繼續追輸出 哇 這可能會出事啊 很痛很痛 興起兵再度追了過來 這邊村子只能搭拿零頭 這就是要保住 現在基本資源也很困難的一個時期 雖然不只是黃金 連木頭都要快沒了 怎麼辦 剛成功成10點下 好 清潔兵 請再補一下 洛瑪進去沙龍 上面村民馬上跑 打木 好 現在要把這個戰毛兵 跟殘殘兵數量給蓄起來 才能打贏這一場 好 在這邊等一下有 警噴跟雙手劍變升級 還有攻兵練甲 好 只要看到對面的 熱色兵夠多 哥德就會轉出哥德衛隊 加上自己的雙手劍兵 甚至劍友 直接砍爆對方的熱色兵組合 完美 這樣哥德的一個策略 很明確 他很清楚自己知道幹嘛 好 戰士火槍兵 這邊送的數量有點誇張 直毛器傷害實在太高了 3加5 可以射程有9 這個戰毛兵非常的狠 瞬間解掉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火槍兵基本上白給掉了 好 那這邊巨型頭11 嘗試拆掉對方的修道院 修道院可以拆掉 沒問題 好 那巨型頭11 看要不要撤退了 都沒有撤 好像有點空不太過的來了 OK 巨頭直接被拆光 哪裡這些肉麻 再補 好 垃圾兵最強的地方來了 那阿茲的垃圾兵超猛喔 連這個洛馬可能都打得贏 哇 喔 很痛 這個戰毛真的超痛 好 那哥德轉出了非常大量的劍勇 50隻劍勇 從上面直接集結出發 所以他剛剛內搏是故意送的嗎 哥德這邊上電容時代有210人口 利用這個人口優勢 直接爆出66隻的 劍兵勇勢 哇 這是排一層嗎 排一層排到83 完蛋了 這個要一波帶走 8隻沒有暴勇的是 城堡被拆光 沒辦法招爆勇士了 現在要轉步兵 還有機會嗎 大量的一個劍勇 直接驗了過來 但是直矛器威力的傷害很高 也是解掉非常多的一個劍兵勇士 再翁一下 哇 直矛器 輸出很高 但是可能 哇 完蛋了 前面沒有肉盾 MBL打錯了GG 哇 真的是淹死人家 這個排一層排到有點誇張喔 七兵引緊噴 怎麼輸 時間砍爆正面 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阿哥的喔 會贏蠻多的 因為這邊哥的領先的時代太多 上城堡時代很早 3TC也是手作 而且MBL這邊 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把握住外面的金礦 所以金礦上會少一點是正常的 目前看起來經濟的部分不是問題 問題是這邊哥的 Jordan這邊的想法很明確喔 知道自己該幹嘛 對面轉爆龍是自己轉火箱 那對面轉垃圾兵自己就打劍油 那這個 這個東西是非常細節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城堡時代那一波 城堡時代他這裡居然可以守下 我覺得相當不容易 他城堡時代如果不用這個輕騎兵 再加上一些裝甲步兵 跟這個長劍兵 還有一些騎士 適時的轉出這些單位去針對對方的工程器 還有長劍兵還有這些勝率 基本上一般的是很難守下這些公式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